在朱正雄和庄无道的联手碾压下 幻想法则破碎 一个恢弘壮观的传送阵 从幻想的空间里缓缓浮现 变成了真实的存在 仔细看去 那个传送阵非常壮观 周围是一根根通天石柱 镶嵌于地面 高大的石柱上 似乎有一道道神秘的符纹 散发出无穷的能量波动 每一根石柱之间都错落有致 仿佛天空中的星辰一般 深邃而又神秘 清晰地勾勒出传送阵的边界 通天石柱荧光闪闪 石柱上镶嵌的宝石 五彩斑斓 光芒万丈 更是瑰丽 见到如此壮观的传送阵 叶辰 庄无道 朱正雄等人 都震撼昔昔日 那位强者的强大 叶辰下意识摸了摸那通天的石柱 顿时一阵错愕 眼瞳收缩 这传送阵有魂天帝的气息 什么 听到魂天帝三字 庄无道和朱正雄皆是震惊 叶辰皱眉道 难道魂天帝复活过 这不可能 估计是远古那位志强 他是魂天帝虔诚的信徒 得到了什么赐福吧 这么壮观的传送阵 一般天帝都打造不出来 从这个传送阵 就可以看出 黄土古灵的主人 实力抵御有多么深厚了 乌莫丸紧张道 轮回之主 那还要去寻宝吗 叶辰回过神来 道 那自然要去 都到了这个时候 没有退缩的道理 龙坛虎穴都要去闯一闯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独自下去寻宝 有什么消息 我会跟你们联络 黄土古灵之中 有许多机关暗器陷阱 还有一头头强大的战甲傀儡 甚至是愚者傀儡镇守 还有诸多禁止杀阵 要是太多人进去 触动机关禁止 反倒碍事 所以 叶辰是计划自己一个人下去寻宝 让朱正雄 庄无道等人 带人守在传送入口处 提防黄土魂攻来袭 只要守住入口 外人就进不来 朱正雄 庄无道 乌末丸等人点头 便严密把守着洞口 除了朱正雄外 庄无道的魔云剑宗 乌末丸的火灵门 对黄土古灵里的宝藏 并无特别兴趣 他们出手帮忙 是为了和叶辰结个善缘 以后可以得到照应 叶辰踏上传送阵 身躯一闪 就传送离开了 一阵眩晕过后 叶辰感觉自己身处地下的某个角落 四周漆黑一片 只有微弱的荧光闪烁着 他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身处在 一座巨大古老的陵墓中 墓门精美而华丽 墓体上满是彩绘和浮雕 居然没有岁月磨损的痕迹 叶辰顺着墓门走了进去 狭长的墓道里面 有着各种奇怪的海谷和墓垫 石柱环绕的下面 是一排排的橱柜和陈列台 上面放着各种金银玉器 珍珠宝石 锦绣龙袍等珍贵的古物 器物 衣服 这些东西都是特殊的法宝 虽说引不起叶辰的兴趣 但对朱正雄 庄无道 乌墨丸等人 或许有用 他就风卷残云般 将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全部收入囊中 星空道书 是在这个方向 叶辰取出藏宝图 对照一下自己的位置 还有星空道书的所在 大概确定了方向 当即举步往前行去 这份藏宝图十分详细 记载了黄图古林内部的种种秘密 在前往星空道书的木道上 不止有种种机关杀阵 十分危险 藏宝图上都有标注出来 详细的似乎有点过分了 奇怪 这藏宝图 似乎详细的有点离谱了 既然把所有机关 杀阵都标注出来 那不知机关的意义何在 叶辰眉头轻皱 隐隐感到不对劲 想验证下藏宝图的真伪 大步走到前方的木道前 按照藏宝图上的描述 这条木道存在着杀人机关 叶辰随便捡了一块石子 扔了出去 啪大 石子扔落到木道之中 恐怖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木道两边的墙壁 哗啦啦地爆射出一根根弩箭 地板也翻转过来 从地底下喷勃出毒火 十分恐怖 果然有机关 叶辰折舌 看来藏宝图上的描述没错 这黄土古灵之中 的确是处处凶险 从叶辰所在的地方 走到星空道书 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距离 其中机关杀阵无数 如果要硬闯的话 明显不现实 还是绕路走吧 叶辰仔细观看着地图 从他所在的地方 去到收藏星空道书的墓室 不一定非要走直路 可以从旁边的地下暗河里躺过去 虽然路程远一些 而且地下暗河之中 又可能有凶兽怪物的存在 但不管如何 总要比面对大量机关杀阵 和守护傀儡要好 要轻松得多 这般想着 叶辰便决定绕路 直接绕过木道 来到外边的一条地下暗河之中 叶辰小心翼翼地走在地下暗河之中 周围的环境异常阴森 让他感到不寒而栗 更加让他感到不安 第100601章 傀儡 他手指燃起一缕火苗 只见橘黄的火光 将四周的景象映照出来 地下暗河两侧 是一些巨大的石柱 上面长满了藤蔓和青苔 这些石柱 像是支撑着整个地下暗河的天花板 使得整个地方看起来颇为宏伟 而后 叶辰就看到 在那些石柱上 倒挂着一头头蝙蝠 全身长满了黑色的毛发 还有锋利的利兆 他们察觉到了叶辰的存在 发出了低沉而危险的嚎叫声 嘎嘎 一头头蝙蝠 尖锐撕叫起来 扑腾着翅膀 凶悍向叶辰飞袭而来 叶辰脸色一沉 不慌不忙 抽出轮回天剑 挥剑格挡斩劈 挡住一头头蝙蝠袭击的同时 也将一头头蝙蝠斩落 蝙蝠的尸体 掉落到他脚下的河流之中 溅起水化 叶辰小心翼翼行进 河流里又有长着青色鳞片的鳄鱼 咆哮冲起 不过 这些都是寻常凶物 都在叶辰意料之中 九霄飞与剑 一剑化三千 叶辰致出轮回天剑 分光画影 轮回天剑化出了三千道剑气 环绕叶辰全身 剑气修修作响 保护着叶辰 凡是攻击叶辰的凶物 都遭到剑气的脚割 发出嚎叫声 躯体被切割的残碎 血肉飞剑 叶辰在九霄飞与剑剑气的环绕下 灵虚度水 脚掌踏着地下暗河的水面 迅速前行 这条地下暗河滔滔不绝 颜绵伸长 叶辰不断前进 就感到周围的气息愈发森严 令人不安 牧主小心 突然 轮回目的中的鬼道祖师 似乎洞察到什么危险 冲着叶辰大叫一声 叶辰心中一领 下一刹 就感到脚踝一紧 在地下暗河水里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 突然抓住了叶辰的脚踝 叶辰低头看去 透过水面 他看到了一只苍白的手 正牢牢抓住他的脚 并疯狂用力将它往水下拖去 那只苍白的手 仔细看去的话 实际上是由一块块残碎的肢体骨骼 柔和融住起来的 还有几颗已经发黄的眼珠子 叶辰突然遇袭 神色大变 但他反应极快 喝道 九计灭神矛 给我破 灵气沸腾 叶辰照出妖祖神器 九计灭神矛 一根古朴的战矛杀出 那是一把仿佛能够摧毁一切神灵的神兵力气 随着叶辰的召唤而出现 充斥着爆炸的力量感 九计灭神矛 全长约有两丈长 矛头由一整块黑铁铸成 满是深深的灼痕与磨损的痕迹 仿佛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战斗 而矛杆是由碧翠石和黑色金属纹理相间 整体显得奇绝古朴 同时也散发出一股生命蓬勃的气息 WOW 在叶辰的灵气灌注下 九计灭神矛绽放璀璨光滑 从半空中暴射下去 射向河底 卷起滔滔风暴 要将隐藏在水底里的怪物 彻底杀死 哄 九计灭神矛 如从九天之上暴露而下的神圣战矛 一击就将河水轰得沸腾 惊涛炸起 四周的山石都被撼动 但似乎背后有一股强大的秩序镇守着 山石并没有破碎 河水里的怪物 在叶辰战矛的轰击下 也是一个飞身 从水底里出来 站在叶辰面前 那是一头僵尸傀儡般的怪物 呈现人形 身躯是由无数残肢碎块 还有骨骼 牙齿 眼珠子等等 柔和捏造起来的 看起来极其扭曲与恐怖 不断流淌着墨绿色暗红色的浓液 散发出强烈的恶臭 外形极端的恐怖 让人看了一眼 就仿佛要陷入崩溃与疯狂之中 这是 愚者傀儡 叶辰震动了 没想到这地下暗河之中 居然隐藏着一头愚者傀儡 仔细看去 那愚者傀儡的双眼 漆黑如墨 散发出死亡与黑暗的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叶辰看到那傀儡 双眼里的花纹 顿时头皮发麻 居然是绝死魔眼 如果叶辰没看错的话 那愚者傀儡的双眼 居然是绝死魔眼 当然 并不是绝死魔眼的本体 魂天地绝死魔眼的本体 已经被叶辰吸收融化了 外人所拥有的绝死魔眼 都是神通 是通过修炼黑暗魔宫 修炼出来的特殊铜术 这头愚者傀儡 居然能修炼绝死魔眼 很可能已经具备了 简单的智慧 绝非寻常傀儡可以相比 哇 愚者傀儡双眼之中 射出两道黑光 暴杀向夜晨 夜晨侧身躲避 但还是慢了一点 皮肤被黑光擦过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遭到这绝死魔眼的扫尸 恐怕已经被黑暗死亡的煞气缠身 只有死路一条 但 夜晨本身就拥有真正的绝死魔眼 所以 别人的绝死魔眼神通 不可能伤害到他 他天生免疫 他的皮肤 被愚者傀儡的铜树光芒擦过 并没有受伤 嗯 那愚者傀儡眼瞳之中 显现出一丝惊疑之色 似乎没想到 夜晨能免疫绝死魔眼的杀伤 第10602章 等你 枷锁魔风 禁锢 愚者傀儡竟是口吐人言 明显具有智慧 他手掌一握 滚滚魔气爆发 向着夜晨呼啸而去 竟然是枷锁气血罩 凶猛的魔气呼啸 缔结成枷锁 要封锁夜晨全身 夜晨脸色一沉 隐隐感到自己重击了 设计藏宝图的人 居心十分险恶 故意标注出种种机关陷阱 又使人绕路而行 而后却在路途之中 埋伏着一头特殊的愚者傀儡 这头愚者傀儡的气息 比起夜晨之前碰到过的 都要强大许多 甚至具备智慧 眼看枷锁风劲而来 夜晨双手分别握着轮回天剑 和久际灭神矛 狠狠杀出 凌厉的锋芒炸裂 将那枷锁气血咒破掉 在破掉枷锁气血咒之后 夜晨面色凝重 凝聚气息之后 身上爆发出一股 如同滔天巨浪一样的强大气势 而那头愚者傀儡 似乎能够感觉到 夜晨身上的力量波动 也开始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两股强大的气息相互撞击 一时之间 整个空间 都像是笼罩在了一层 浓烈的威压之中 夜晨双手分别握着轮回天剑 和久际灭神矛 身形猛地向前一扑 向着那头愚者傀儡扑去 傀儡具有智慧 看见夜晨冲来 往后退了一步 在避开夜晨锋芒之后 猛烈鼓荡天地灵气 煞世间 火 风 电 极光 黑暗 种种凶悍的气息 不断在空中爆裂 伴随着刺耳的轰鸣声 和火花四剑的光芒 这傀儡 果真不好对付啊 夜晨咬咬牙 这头愚者傀儡的战斗力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你是 轮回之主吗 不然 愚者傀儡开口 在与夜晨的交锋之中 他似乎认出了夜晨的身份 怎么 夜晨眸子微眯 脸色阴沉 我是 魂天地的造物 我一直 在等着你 原来 终于 你来了 我们 融合吧 愚者傀儡发出了苍凉的声音 张开双臂 竟以一个拥抱的姿态 向着夜晨冲了上来 夜晨顿时头皮发麻 要是他被愚者傀儡暴中 恐怕要成为 对方身体的一部分 要被融住入傀儡的身躯里去 想想都恐怖 该死的东西 给我死 夜晨愤怒 双手一张 黄暴的天火能量爆出 他直接催动天火命星 凶悍炽烈的火焰 向着那愚者傀儡 滚滚烧去 天火命星 带有无比炽烈的能量 对愚者傀儡这种尸体怪物 带有强烈的克制效果 这头愚者傀儡 虽然特殊而强大 但也不敢直面夜晨的天火 脚步往后退去 口中念叨道 魂天帝大人 他 来了 赐我 祝福 愚者傀儡手掌一握 掌心里竟是有金光闪烁 渐渐化成了一把剑 那把剑 布满了古老的花纹 透出一股强烈霸道的战役 是一股征战天下 黄图霸夜谭笑间的熊豪战役 与愚者傀儡黑暗恐怖的尸气 十分不相称 这把剑 竟然是魂天帝的兵器 黄图剑 准确来说 这是黄图剑的投影 是一缕剑气能量的汇聚 是 愚者傀儡挥动黄图剑 黄图霸夜的雄魂意志 化作滚滚剑气 如征伐沙场 醉影狂歌 剑一只猛烈与潇洒 简直是金氏绝天 夜晨的天火能量气流 竟是被一剑破开了 居然是黄图剑 夜晨顿时吃惊 黄图剑可是魂天帝的兵器 这愚者傀儡指掌黄图剑 就算只是一道投影 但所能爆发出的威力 都是无比恐怖的 是 愚者傀儡挥动黄图剑斩来 气势凶猛 夜晨顿时陷入了险境 地面上 朱正雄 庄无道 乌末丸等人 正镇守着传送阵的入口 他们赶到脚下的大地 在不断晃动着 从地底深处 传出阵阵打斗声 轮回之主不会出事吧 乌末晚听到这打斗声 顿时露出一抹担忧的神色 唯恐夜晨发生什么意外 要不 还是我下去看看 庄无道皱了皱眉 也生怕夜晨出事 朱正雄白白手道 不用 要相信轮回之主的实力 咱们守在这里 小心黄图魂攻来袭 还有血烟神灯的迷雾 撑不了多久了 朱正雄见识过夜晨的恐怖 所以他对夜晨是十分相信的 如果夜晨在陵墓里遇险 甚至陨落的话 那他们下去 也是送死罢了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守护好这里 不让黄图魂攻的人 下去打扰夜晨 只不过 地底下的夜晨 明显已经陷入激战之中 灵气消耗剧烈 那血烟神灯释放出的 幻血迷雾 本来可以支撑两个时辰的 现在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时辰了 糟糕 你们看天上 黄图剑有异动 真不知地底下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庄无道抬头望向天空 就看到那把贯穿天地的黄图剑 地底下的剑光涌入大地之中 竟都向着黄图古灵的方向 汇聚而去 第10603章 我 更强 如此异动 表示着地底灵墓里面 必然有惊变发生 而且 黄图剑的异动 肯定也会引来黄图魂攻的人 就算是幻血迷雾 也无法再遮掩了 形势非常严峻 保护好这里 黄图魂攻的高手 马上就要到了 朱正雄神色阴沉下来 深深感到压力 挥挥手 命令手下双叶派的弟子们 排列好阵势 叙事待发 准备迎敌 他又施展枷锁气血咒 一道道枷锁 封锁住传送阵 这样就算黄图魂攻的强者来了 至少也可以拖延一二 为夜晨争取时间 地面上的种种变动 夜晨自然不知 他正与那愚者傀儡激斗着 愚者傀儡指掌黄图剑 引引有魂天地的祝福 夜晨屡屡猛攻 也伤害不到对方分毫 当然 夜晨五道底蕴 也是十分深厚 那愚者傀儡也伤不到他 双方陷入僵持之中 谁也杀不死谁 但夜晨可不是想杀人的 他只想夺取星空道书 在这么僵持战斗下去 时间拖延 等黄图魂攻的强者降临 局势将无法收拾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夜晨估计已经过了大半个时辰 这个时候 他却听到地面 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而后是一阵猛烈的打斗声 和喊杀声 黄图魂攻的人到了 夜晨心中一灵 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立即站定脚步 双手紧握轮回天剑 目光灵力 开始酝酿天斗大图剑的剑意 哦 剑意酝酿 一股凶猛的风暴 也是从夜晨周身刮起 嗯 愚者傀儡见到夜晨如雕塑般不动 准备大杀招 目光顿时一寒 挥动黄图剑直劈而来 夜晨催动神甲命星碎片抵挡 形成一面金色盾牌 守护自身 但 愚者傀儡的黄图剑带有魂天地的意志与祝福 锋芒即盛 就算夜晨有神甲抵挡 也无法完全挡下 一缕缕强烈的剑气杀法 狠狠突破金色盾牌的防御 斩杀到夜晨身上 夜晨皮肤开裂 疼痛异常 瞬间受伤 但他咬紧牙关 继续酝酿着天斗大图剑的剑意 他知道 此刻站着不动酝酿大杀招 肯定要遭受灵力的杀法 他又开启清廉称天法的不死傲益 巨大的清廉在身后生疼而起 一缕缕清廉灰光弥漫出 守护着他的身躯 吃吃吃 愚者傀儡不断挥剑斩击 一道道剑气 将夜晨撕裂到鲜血皮肉飞剑 就算夜晨有清廉称天法 不死傲益的护持 但受伤也是颇为严重 天斗大图剑的剑意 不断酝酿 夜晨如雕塑般不动 始终紧握着轮回天剑 他的身形笼罩在一片神秘的光芒中 哇 终于 剑意酝酿完成 在剑意酝酿完成的瞬间 整个剑身开始发出凶猛的颤动 仿佛一头沉睡已久的巨兽觉醒 夜晨剑身上的光芒 变得无比明亮 如同一轮太阳正在升起 这股光芒 透过夜晨手中的剑柄 投射出细微而夺目的光影 有如星星在黑夜中闪烁 轰隆隆 狂暴地剑到沙发气流 在虚空里膨胀 一股无形的压力弥漫开来 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天斗大图剑 给我破 夜晨一声爆喝 手中剑狂挥而出 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刺破黑暗 剑光随着夜晨的挥动而变化 从璀璨的白色 转变为猙獰的血色 充斥着强烈的杀戮之意 仿佛有血核在剑身上流淌 不好 愚者傀儡眼瞳收缩 掠水后退 但还是躲不过夜晨剑气的斩杀 吃了 夜晨天斗大图剑光芒掌过 催枯拉朽 将愚者傀儡的身躯 直接腰斩 愚者傀儡身躯破裂 崩解成无数残碎的肢体 哗啦啦地掉落在河水之中 但奇怪的是 并没有沉落下去 而是浮在水面上 呼 施展完天斗大图剑的夜晨 也是耗费了巨大的灵气 一阵喘息 身体有点脱力 经脉一阵撕裂般的疼痛 但看到愚者傀儡被他斩爆 他眼睛里也是带着一抹喜色 然而 夜晨的喜悦 只是持续了瞬间 便是宣告凝固 因为他惊恶发现 愚者傀儡的残骸 居然诡异地蠕动起来 然后迅速重新融合到一起 又恢复原本的模样 重新恢复的愚者傀儡 手掌一握 黄图剑光影重新汇聚 他眼眸带着冷漠的寒意 盯着夜晨轮回之主 你 很强 可惜 我的背后 魂天地 我 更强 话音落下 愚者傀儡踏步进击 黄图剑带着金色的锋芒 凌厉无匹地卷起剑锋 展向夜晨 夜晨重剑 鲜血喷剑 身躯也是 颇有些狼狈地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远处的山壁上 轮回之主 就在这时 一道惊呼声传来 只见一个女子 迅速奔走过来 却是乌莫婉 你怎么样了 乌莫婉跑了过来 看到夜晨受伤 顿时惊慌 将她扶起 第10604章 站 五姑娘 你怎么来了 上面怎么样了 夜晨问 她虽受伤 但体质强悍 并不算多么严重 她目光看着乌莫婉 隐隐感到对方的气息 似乎有点不对劲 好像蕴含着 一抹鬼秘的气息 乌莫婉道 黄图魂宫 有两个神王长老降临 朱掌门和庄宗主 正与他们交战 我担心你 所以就下来看看 夜晨皱眉道 是吗 吃的一声 两人说话间 那愚者傀儡挥剑斩来 声势凌厉 夜晨带着乌莫婉 后退闪避 她盯着乌莫婉的眼睛 道 你不是乌莫婉 你是谁 虽说她眼前的人 表面看起来是乌莫婉 但夜晨凭着敏锐的直觉 洞察到对方的灵魂 并不是乌莫婉 而是一句充斥着 鬼秘气息的灵魂 乌莫婉一正 而后咯咯娇笑 连声音都变得有些尖锐起来 道 轮回之主果然好眼力 居然一眼就看出了真相 我的确不是乌莫婉 你可以叫我青秋莹 我是黄图魂公的四大长老之一 不过你放心 我没有恶意 想跟你谈点合作吧 夜晨眉头一皱 青秋莹 你是黄图魂公的长老 黄图魂公的四大长老 就是四大神王 都是无比强悍的人物 乌莫婉 不 准确来说应该叫青秋莹 她说道 是的 我用魔魂寄生诀 暂时占据了这位姑娘的身体 咱们还是先解决这头傀儡再说 目光看向那愚者傀儡 在两人说话间 愚者傀儡悍然挥剑斩杀而至 手中黄图剑锋芒凌厉 要是被斩中一下 恐怕都要重伤 青秋莹出手 向着那愚者傀儡攻去 神王剑道 破 青秋莹手中一剑飙斩 爆发出一抹凶悍的神王法则 这股神王法则剑气 足以撕裂一切 只要摧毁愚者傀儡身上的秩序 就能彻底将之斩灭 是 青秋莹的剑气 斩在愚者傀儡身上 但只划出一道浅浅的伤痕 根本没能摧毁对方身上的秩序 什么 青秋莹剑状大惊 表情都凝固了 他显然没想到 这头愚者傀儡 身躯秩序这么牢固 愚者傀儡默然 黄图剑向青秋莹斩去 是 一道剑光划破 青秋莹躲避不及 胸前衣服都被划破了 有些狼狈的后退开去 咬咬牙念叨 这一定是魂天帝大人给我的考验 下一刹 他就提剑飞杀上去 与愚者傀儡站在一起 夜晨能感受到 他强烈的意志 是一股虫神的意志 对魂天帝充满了信仰崇拜 但这股崇拜 却是扭曲人格的 让得他的气息 看起来尖锐灵力的过分 让人生不出半点清静之意 愚者傀儡 只有冷漠的情绪 和战斗的本能 看到青秋莹杀来 他便挥动黄图剑反杀 两者交锋不到三十回合 青秋莹就败下阵来 浑身是剑伤 咬咬牙道 这副身体 发挥不出我的力量 地面上的传送阵 有朱正雄和庄无道等人看守 他无法突破进来 只能是将灵魂 暂时寄生到乌墨碗身上 才能顺利踏入此地 不过乌墨碗的身躯 显然不能让他 发挥出所有的实力 夜晨脸色一沉 看着愚者傀儡凶悍的模样 也是深深感到忌惮 唯 帮我争取半炙香时间 我有一剑 可以将之斩灭 夜晨向青丘营说道 愚者傀儡虽凶悍 但夜晨有一剑 可以反杀 这头愚者傀儡 非常强大 因为有魂天地的祝福 所以秩序底蕴身后稳固 连夜晨的天斗大图剑 都无法将之击溃 不过 夜晨还有一招更强的剑法 那就是 止水一剑 天斗大图剑 可以说现实之中 杀伤力最强的剑法 但这一剑 并非极限 剑之颠 乃是止水 止水一剑 可逆转乾坤 颠倒阴阳 止水剑道 精髓就是止水断铺 逆转一切 此剑出 夜晨有信心 将局面逆转 甚至是彻底斩破 愚者傀儡的秩序 彻底击溃 不过 要施展出足够强悍的止水剑道 也是需要时间酝酿 而且剑意酝酿的时间 比起天斗大图剑还要久 什么 青丘营不明所以 不知道夜晨有什么手段 呼 夜晨站定脚步 身上却有一股气场扩散出去 他如雕塑般不动 紧握着轮回天剑 止水剑道在酝酿 在夜晨身后 出现了一幕瀑布气象 水流滔滔不绝 这是剑意 更是剑的极致之景 这是青丘营眼瞳收缩 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身躯颤动 嗯 那边的愚者傀儡 也感到了不对劲 目光一寒 提着黄图剑 袭杀向夜晨 青丘营一惊 急忙挺剑拦截 为夜晨争取时间 叮叮叮 青丘营的剑 与愚者傀儡的剑相斗 剑光连绵不绝 他显得十分吃力 不断受伤 第10605章 重生之响 而在他与愚者傀儡缠斗 为夜晨争取时间的时候 夜晨身上酝酿的剑意 也是越来越猛烈 在夜晨身上 那瀑布汹涌的气象 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本来滔滔不绝 往下飞流的瀑布 居然逆转 水流向上涌去 这一幕气象 十分规律 是止水剑道特有的 颠倒乾坤 逆转阴阳 逆转逻辑的气象 夜晨止水一剑的剑意 彻底酝酿完成 剑之颠 止水 去 夜晨一声狂吓 身形如电 刹那间 剑光破空而起 如同一股强大的水流 澎湃而出 随着卡查一声 一道无形的剑气 瞬间蔓延开来 形成一条长长的剑芒 剑芒所到之处 空气仿佛都被压缩了 发出了一声声 清脆的爆炸声 止水一剑 天 你居然领悟了此剑 清秋营被这一剑的威势所震撼 就连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 在她眼中 这一剑简直是无坚不摧 无法阻挡 世间剑道 以止水剑道为巅峰 古往今来 无数强者 追求剑道之巅 他们所构想出的剑道终极 就是止水的一剑 放眼整个乌乌时空 能领悟这一剑的人 如凤毛麟角 屈指可数 止水一剑的威势 足以逆转乾坤 看到叶尘澎湃的止水剑气 呼啸而来 眼眸里也是涌上一抹浓浓的震动之色 她举起黄图剑 剑光精芒绽放 狂呼而出 试图抵挡叶尘的止水 剑气浪潮 但 没有丝毫作用 止水的一剑 太凶猛了 在使出这一剑之后 叶尘灵气就被抽空了 脸容苍白喘息着 而止水一剑的威力 也没有让叶尘失望 只见止水剑气狂笑而出 简直是摧枯拉朽 横扫一窃 卡查查 那语者傀儡的身躯 一瞬间就被止水剑气击溃 无数残肢碎块崩解 而后在滔滔不绝的剑气浪潮之中 被搅碎成了虚无 连一点渣子都没有留下来 这一下 语者傀儡无法再重生 他的底层秩序 已经彻底被叶尘斩破了 天斗大图剑斩不灭的秩序 止水剑道可以斩灭 叶尘看到语者傀儡陨灭 输出一口浊气 称劲力 掏出几颗丹药服用下去 恢复灵气 叮 而在语者傀儡死后 空中有一颗黑色精英的金石 掉落了下来 那是从语者傀儡身上爆出的东西 似乎是他的秩序核心 黑色金石掉落到河水里 沉落下去 青秋莹看到那颗金石 哀悠一声惊呼 是魂天地大人的祝福之时 他脸上露出狂热惊喜神色 想潜下水去夺取金石 但叶尘眼疾手快 一记大荒偷天树 隔空一抓 就将那黑色金石抢了过来 黑色金石入手 叶尘感受到一股金纯的能量 这股金纯的能量 带有魂天地的祝福灵气 东西给我 青秋莹目光一寒 死死看着叶尘手里的祝福金石 喝道 叶尘笑了笑 却不废话 直接捏碎金石 将里面的祝福灵气能量 全部吸收了 吸收了金石灵气后 叶尘顿觉神清气爽 眼睛得到巨大的滋养 是他的绝死魔眼 得到了滋养 叶尘的绝死魔眼 源自魂天地 现在他吸收了魂天地的祝福灵气 眼睛也是跟着变得强大 如果这个时候 叶尘开启绝死魔眼的话 他绝死魔眼的威力 绝对远胜以往 该死 你敢瞧我的东西 青秋莹大怒 灰剑向叶尘刺来 叶尘冷笑 直接反手将青秋莹长剑夺下 并扼住他血白细嫩的脖子 道 什么你的东西 这是我辛苦得来的战利品 青秋莹脖子被扼住 脸色一白 也知道 他靠着这具躯体 是完全无法与叶尘对抗的 叶尘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要合作 想合作什么 他倒是有点好奇 青秋莹身为黄图魂公的长老 竟想跟他谈合作 他很想知道合作的内容 青秋莹道 你放开我再说 叶尘松开手 将青秋莹放开 道也不担心对方会反抗 他有种种底牌手段 青秋莹还威胁不到他 可 青秋莹咳嗽了一下 目光颇有些愿毒的 看了叶尘一眼 道 我知道 你想夺取星空道书 但你放心 我对星空道书没有兴趣 叶尘道 哦 青秋莹道 只有青秋天悦那老头子 才对星空道书有兴趣 我不在乎 我只想见到魂天帝大人的化身 叶尘目光一缩 道 魂天帝的化身 青秋莹道 是的 我查过一些秘密的古籍 而且祷告的时候 似乎也聆听到过魂天帝大人的声音 他告诉我 昔日黄图古灵的建造者 曾执掌星空道书的人 名叫尤云天尊 其实这个尤云天尊 就是魂天帝大人的化身 他的灵魂 曾寄生在尤云天尊身上 想拿尤云天尊当容器 重生复苏 第10606章 我会保护你 但很可惜 他的灵魂太强大了 那个尤云天尊 并没有资格当他的容器 到最后 魂天帝大人 只能借着尤云天尊的身体 打造了这幅灵墓 而后沉睡 等待新容器的出现 叶尘脸色微变 道 原来这灵墓的主人 尤云天尊 便是魂天帝的化身 青秋营道 是的 轮回之主 我们可以合作 我可以帮你 拿到星空道书 但你要把尤云天尊的尸关给我 还有 你必须承诺 不得破坏尤云天尊的尸关 叶尘隐隐嗅到一丝危险的味道 问 你要尤云天尊的尸关 你想干什么 青秋营道 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容器 我要把尸关带出去 让魂天帝大人复苏 叶尘有些不幸 道 能容纳魂天帝的容器 哪里有这么容易寻找 你的新容器是什么 青秋营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 你只要答应我 别破坏尤云天顿的尸关 把尸关给我 我可以帮你 拿到星空道书 叶尘感到有些不对劲 心里莫名的不安 周眉道 算了 我没兴趣合作 告辞 直接转身离开 青秋营快步跟上来 道 没有我帮忙 你不可能拿到星空道书 甚至连靠近都做不到 叶尘道 那就走着瞧 叶尘沿着地下暗河 大步往星空道书所在的地方走去 这一路上 叶尘没有再遇到什么意外 很顺利就来到了藏宝图所标示的 星空道书所在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幽暗的洞窟 一个巨大的墓室 如电雨般 以着洞窟的山体构造 修筑而成 墓室的大门 却是一节巨大金色的剑身 准确来说 是黄图剑的剑身 出现在叶尘面前的 是一幕无比壮观的景象 有一把巨剑 从洞窟的顶部 直接穿透下来 一路插入地心 那正是黄图剑 是从太空之外贯穿下来的黄图剑 剑身贯穿大地 刚好经过这个黄图古灵 收藏星空道书的墓室 修建得非常巧妙 以黄图剑的剑身为墓门 这个墓门 是完全不可能打开的 因为墓门就是黄图剑的一节剑身 只有抽出黄图剑 才能进入墓室 居然以剑为门 叶尘看到眼前的一幕 顿时震惊 不抽出黄图剑 他根本不可能进入墓室 但黄图剑 乃是魂天帝的兵器 其中蕴含意志之强大 连天帝都不能撼动 更别说拔出了 在叶尘后方 青秋营一直跟着 见到叶尘这副表情 顿时有些得意的笑道 哼 我早就说了 轮回之主 没有我帮忙 你连靠近星空道书都做不到 叶尘脸色一沉 道 你有进入墓室的办法 这座墓室 除了这间门之外 并没有其他入口 只有被静止灭杀的下场 这些静止 又带有特殊的因果律 要是强行突破 就算能突破静止 也会摧毁墓室 导致里面的东西 全部毁灭掉 这种情况 却让叶尘感到无比棘手 一时间也没有妥善的办法 站在墓室之外 他能清楚感受到 里面传出的特殊气息 那是星空道书的气息 让他无比信仰 青秋营笑道 我当然有办法 我早就说了 你想拿到星空道书 必须跟我合作 叶尘目光一寒 清秋营道 我还是那句话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破坏 尤云天尊的师官 要将师官交给我 你拿星空道书 我拿走师官 大家各得其所 如何 叶尘想了想 总感觉青秋营的条件 有些过于宽松 背后很可能另有阴谋 但 当此关头 叶尘实在没有破门的办法 只能先合作再说 后面有什么危险的话 他相信 依靠自己种种底牌手段 也可以化解 当下便道 好 我跟你合作 青秋营大喜 又道 我要你先以道心起誓 不管怎样 都不能破坏师官 叶尘沉声道 好 我发誓 我不会破坏 尤云天尊的师官 你开门 清秋营听到叶尘的誓言 大喜道 很好 他走到剑门前 手掌按上去 目光带着虔诚的祷告道 魂天地大人 请你聆听你虔诚信徒的呼唤 允许我去朝拜你的化身 他的祷告声落下 那金色剑门 嗡嗡作响 镌刻在剑身上的花纹 一阵扭曲 而后有一条阴暗的空间裂缝裂开 轮回之主 进去吧 清秋营大喜 沿着空间裂缝钻了进去 叶尘心中一灵 在这时捕捉到强烈尖锐的天机 他有预感 他要是进去了 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木桌 进去 我会保护你 轮回目的之中 鬼道祖师从墓碑上浮现出 郑重说道 第10607章 请你苏醒 他也感到这墓室的危险 但星空道书就在里面 绝不能错过 嗯 多谢前辈护佑 叶尘点头 有了鬼道祖师的守护承诺 他也是安心了许多 便大步向前 钻入空间裂缝之中 穿过空间裂缝后 叶尘就正式踏入墓室之中 在他踏入墓室后 身后的空间裂缝就闭合了 随着叶尘迈入墓室 瞬间感受到 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息 扑鼻而来 墓室内阴暗潮湿 四周散发着一种阴冷的气息 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在他的眼前 仿佛深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叶尘不敢贸然接近 因为他感觉到 这个棺材 似乎有一股极端强大的力量 似乎想要磨灭他的心神 但是 更加吸引叶尘注意力的是 这幅棺材上 悬浮着一片 闪烁着星光的法宝书页 他走近一看 发现这些书页 由一条条铁链交错捆绑着 书页上写满了文字符号 看起来古老而神秘 那正是星空道书的书页 这叶星空道书 但在书页的边缘上 却缭绕着一股股 不寻常的黑暗之气 这股黑暗之气 叶尘太熟悉了 就是 他以前吞噬星空晋骨 手臂上的黑暗 是星空彼岸堕落的黑暗 这叶星空道书 竟然也诞生出了 黑暗堕落的气息 不过 这股黑暗堕落的气息 还不算太严重 暂时还没有侵蚀到书页的核心 这片星空道书书页 还带有无比强大 陈后 稳固 浩瀚的秩序之力 这股秩序的力量 隐隐镇压着下方的黑色棺材 这幅黑色棺材 虽然牢牢封锁 但依然有一股尸臭 从里面传出来 整幅棺材 透出不详诡异的气息 仿佛里面的尸体 随时都要失变 青秋莹就站在黑色棺材旁边 身躯激动发抖 手掌一时抚摸棺材 一时又好像生怕亵渎一般 将手放下 毫无疑问 这正是尤云天尊的尸关 而尤云天尊 就是魂天帝的化身 也就是说 魂天帝的化身 正躺在这幅棺材里面 牧主 危险 这棺材 满是不详恐怖的气息 你快毁掉它 否则 棺材里的东西爬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快毁掉 鬼道祖师大叫 深深感到那棺材的不详与险恶 棺材里面的东西 太恐怖了 连他这个鬼道大师 也是深深震动 因为棺材里的 就是魂天帝的化身 一旦魂天帝化身复苏 那该会有多么恐怖 简直无法想象 叶尘目光一寒 也是感到那棺材的可怕 抽出轮回天剑 下意识想要摧毁 青秋营见状 大声叫道 轮回之主 你想干什么 你发过誓的 不准破坏游云天盾的士官 叶尘脸色一沉 他的确是发过誓的 当下也不便 真的毁掉士官 青秋营道 你拿你的星空道书 士官归我 说完 青秋营双手 抓着棺材盖 咬牙用力 想要将棺材掀开 但这幅棺材 封锁很严密 他一时间也打不开 鬼道祖师道 牧主 不能让他打开棺材 否则魂天地跑出来 我们都可能死在这里 叶尘沉声道 但我发过誓 鬼道祖师道 那你拿走星空道书 马上离开 马上 叶尘凝重 恩了一声 也感受到极端的危险 他目光看着那一片星空道书 书页 书页被一条条铁链捆绑锁 竟不能将铁链斩断 一旁的青秋营 见状微微发出诡异的笑 道 轮回之主 看来就算我把星空道书让给你 你也带不走啊 叶尘哼了一声 道 谁说我带不走 大荒偷天树 给我窃取 强硬手段无法突破 但叶尘还有取巧的手段 他直接施展出大荒偷天树 竟在迟迟之下 大荒偷天树一下生效 那被无数铁链捆绑的星空书页 就落到了叶尘手里 而铁链不断 看到这一幕 青秋营顿时呆住了 你 叶尘不愿久留 拿到了星空道书 马上就要离开 牧室大门封闭 那是黄图剑的剑身 不可能突破 但周围的墙壁 却可以轰破 虽说轰破墙壁后 会触动静置 惹来凶悍杀伐 甚至导致牧室毁灭 但叶尘已经拿到了星空道书 牧室毁灭也无所谓了 哦 叶尘直接祭出九天盘龙柱 就想要一柱子轰破墓室 破杀出去 青秋营见到这一幕 明显有些慌了 她还没能打开棺材 急忙大声祷告道 魂天地大人 请你苏醒 你的容器要跑了 哄 叶尘大驻轰击 轰破了墓室 大步往外走去 第10608章 何苦挣扎 但 她刚走出墓室 贯穿整个洞窟的黄图剑 就嗡嗡作响 迸发无尽金色剑光 一股金色剑光红潮 向着叶尘呼啸而来 叶尘的脚步 顿时被逼停 遇见格挡 碰 这个时候 目视之中 青秋营一直打不开的棺材 内里似乎传出一股凶猛的力量 直接将棺材给轰开了 棺材轰开后 一只苍白的手 搭在了棺材的边缘上 青秋营的表情 震撼而狂喜 只见一个青年男子 缓缓从棺材里爬出来 他睁开眼睛 从尸体的状态复苏 身上尸气迅速散去 苍白的皮肤恢复了些红润 一股强大的气场 渐渐从其身体上散发出来 叶尘眼瞳收缩 毫无疑问 这个青年男子 正是昔日的游云天尊 他居然如此年轻 而且在棺材里沉睡这么久 竟没有一点腐烂 和岁月磨损的痕迹 叶尘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星空道书 大概就知道 是星空道书的秩序之力 庇护游云天尊 所以他才没有丝毫的腐烂和磨损 魂天地大人 供应你的复苏 我 我给你带来了新的容器 青秋营激动的语无伦次 手指了指叶尘 原来他所说的新的容器 居然就是叶尘 的确 放眼乌乌时空 有资格充当魂天地容器的人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叶尘是其中最为适合的一个 游云天尊 准确来说 应该是魂天地 魂天地的视线 凝望着青秋营 淡淡问道 很好 你做得好 你想要什么奖励 鉴于大环境如此 青秋营激动道 我 我想要 魂天地又打断他道 嗯 罢了 我赐你永恒的极乐 他手掌一抓 一股强大射夺的力量弥漫出 青秋营尖叫一声 魂魄就从乌墨碗的身躯里 被扯了出来 魂天地大人 不 我 青秋营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魂天地手掌一吸 已经将他的魂魄 彻底吞噬吸收掉 还发出了一声委婉舒服的 轻缓叹息 仿佛享受到了什么美味的食物 乌墨碗的身躯 则扑通一声 软倒在地 吞噬了青秋营灵魂的魂天地 气息变得今生许多 目光湛然有神 凝望着夜晨 淡淡道 轮回之主 我们又见面了 别来无恙 魂天地的语气很和善 目光也很平静 但夜晨听着他的话 接触到他的视线 却感到毛骨悚然 头皮阵阵发麻 他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 这黄土古灵 就是魂天地修建的 藏宝图也是他绘制 此前夜晨遇到的 愚者傀儡 也是魂天地亲手所打造 我不下重重考验 期待着有一天 有人能来到我面前 能通过考验之人 必定是精彩绝艳之辈 有资格当我的容器 我这副身体吗 还是太弱了 我需要新的容器 只是我没想到 如今出现在我面前的人 居然是你 我以为会是第二魂族 或者是第一魂族的人 但他们没有出现 他们可能已经背叛了我 对我不再忠心 魂天地握了握拳 目光闪过种种思绪 有遗憾和无奈 也有意外之喜 不过错有错着 你来到我面前 是命运给我的馈赠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容器了 你是大气运之人 如果在外面的话 我没把握压制你 甚至可能被你反杀 但在这里 在我的地盘上 你不可能有反抗的机会 这里是魂天地绝对的地盘 黄图剑就在附近 他是绝对的主宰 咔嚓 魂天地手掌一握 贯穿洞窟的黄图剑 与他爆发强烈的共鸣 一缕缕金光 汇聚到他的手掌上 形成了一把长剑 那正是黄图剑的投影 璀璨 灵力 锋芒碧露 而那黄图剑的本体 已经彻底变得暗淡了 所有能量 都汇聚到了魂天地的手上 魂天地手中的金色黄图剑 雄图霸业的古老义气 斩杀亿万人的尖锐杀戮气息 竟在其中 霸气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夜沉深深震动 执掌黄图剑的魂天地 太凶猛了 简直是不可匹敌 魂天地斜握着黄图剑 坦然笑道 轮回之主 你还有什么遗愿 可以告诉我 我会帮你完成 夜沉嘴角扯了扯 却听轮回目的之中 鬼道祖师教导 牧主 先撤 魂天地气势极盛 就算借用我的力量 你与他决战 也只有玉石俱焚的下场 你先参悟星空道书 若是能洞察星空道书的秘密 我们就有反杀的机会 现在夜沉已经拿到了星空道书 只要能够掌控 再借用鬼道祖师的力量 夜沉就可以完成 对魂天地的反杀 至于现在 夜沉要是和魂天地战斗的话 迎面太小了 听着鬼道祖师的话 夜沉决断迅速 立即转身夺路狂奔 何苦挣扎 第10609章 落入梦境 在我的地盘上 你是逃不掉了 魂天地眼眸 带着森严的寒意 竖剑当凶 灵气喷勃 只见一条条金色剑气 从黄图剑上爆发而出 羞羞作响 迅速呼啸而出 而后在周围 形成了一个 巨大严密的金色剑阵 直接将夜沉封锁住 夜沉被金色剑阵封锁 无法顿走 不由地脸色一沉 不过 夜沉决断非常快 左眼爆发出 黑暗死亡的魔器 上面浮动出 一缕缕古老的花纹 绝死魔眼 开 给我破灭了 一瞬间 夜沉开启绝死魔眼 巨大尖锐的疼痛 从他眼球上传来 开启绝死魔眼的副作用 十分明显 但 绝死魔眼一开 黑暗恐怖的死亡煞气 就往前呼啸而出 魂天帝布下的金色剑阵 一下子就死掉了 直接破灭 金光污名消散 夜沉趁此机会 立即跑了出来 往远方顿走而去 嗯 用我的眼睛 突破我的封锁 真有你的 魂天帝脸皮抖了抖 夜沉所用的绝死魔眼 可是他以前的眼睛 但你逃不掉的 轮回之主 我说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魂天帝看着顿走的夜沉 并不慌乱 他已经锁定了夜沉的契机 无论如何 夜沉都无法逃脱他的掌控 当下 魂天帝就坦然提剑追了上去 夜沉逃到一处山洞之中 输出一口浊气 鬼道祖师道 最多半逐香时间 魂天帝就要追上来了 牧主 你能在这时间内 参悟星空道书吗 夜沉咧了咧嘴 取出星空道书 观看一眼 只觉大道冤身 浩瀚神秘 他摇摇头道 星空道书 深不可测 就算是 以我如今的天赋与实力 想要参悟得到什么好处的话 至少也要半个时辰的时间 如果能有半个时辰 夜沉静下心来 他估计 自己可以初步领略到点 星空道书的神秘奥妙 当然 只能领悟点皮毛 毕竟星空道书太深奥了 连世家佛祖参研了这么久 也没有完全洞察 要是能完全洞察 星空道书的秘密 就等同 是掌握星空彼岸的 所有规律法则了 这是堪称逆天的事情 目前世间还没人可以做到 不过 以星空道书的强大 夜沉只要能领略到点皮毛 都可以突飞猛进 然后再结合鬼道祖师的力量 完成对魂天帝的反杀 现在 他需要半个时辰的时间 鬼道祖师沉生道 魂天帝马上就要追来 哪里能支撑半个时辰 嗯 或许叫小萝卜先帮忙挡着 他沉引一下 黄顾轮回墓地 看到小静妖的存在 小静妖却是在风雨仙池里面睡觉 他便想唤醒小静妖 去帮夜沉抵挡魂天帝 前辈 不用 我的因果 我自己来解决 夜沉抬手阻止鬼道祖师 他并不想太过依赖外在的力量 自己的因果 自己解决最好 刷 夜沉取出四件妖祖神器里的 九季灭神矛 沉引道 献祭此物 估计可以稍稍阻挡魂天帝的脚步 争取时间 妖祖神器十分珍贵 夜沉自然不想牺牲 但当此关头 想要挡住魂天帝的话 他必须付出点代价 当下 夜沉就将九季灭神矛 直接献祭掉 哇 献祭完成后 一股强横凶猛的灰暗能量 直接封锁住了山洞 这股能量 正是九季灭神矛的献祭之力 蕴含着恐怖的寂灭气息 夜沉只希望 这股寂灭气息 能挡住魂天帝 踏踏 魂天帝的脚步声 从山洞外响起 轮回之主 你还在苟言残喘 又是何必呢 等这股能量散去 你面对我 也只有死路一条吧 魂天帝弹幕的声音 传到夜沉耳朵里 夜沉神色凝重 他知道 九季灭神矛的献祭之力 并不能阻挡魂天帝多久 他必须尽快掌握星空道书 深吸一口气 夜沉寄出星空道书 悬浮在身前 这夜星空道书 已经沾染了黑暗堕落的气息 书叶边缘上 营绕着黑暗的雾矮 普通人别说掌控了 就算只是触碰 甚至是观看的时间稍长一点 都有陷入堕落噩梦的危险 便如当初挂天地的女儿 前双月一般 甚至会有发疯的可能 星空的黑暗堕落 这种概念 对普通人来说 是噩梦般的污染 不过 夜沉道心强大 而且他服用过两瓶九天灵水 身体纯净 一般的黑暗堕落气息 已经完全侵害不到他了 所以 夜沉并没有慌乱 心神保持着镇定 释放出自己的精神 完全渗透入星空道书之中 哼 下一刹 夜沉的精神 就仿佛来到了一片浩瀚的星空世界 如踏碎星河 落入梦境 夜沉整个人 仿佛都堕入日月星辉之中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整个人飘飘然的 好像躺在风里 睡在羽毛绒上 漂浮在纯净如镜的湖水上 第10610章 星之所明 这片星空并没有堕落 是非常纯净 非常剔透的模样 深邃壮阔 日月星辰 都遵循着美妙的规律与轨迹 在缓缓转动着 如果是堕落了的星空 星辰轨迹是混乱的 绝不会如此的完美和有秩序 目睹浩瀚的星空 夜沉心神也变得开阔起来 他站起身来 浑身骨骼卡茶茶作响 修为境界的瓶颈 已经自动破碎 他的修为 顺利从神道境六层天巅峰 突破到了七层天的地步 正式跨入后期之境 居然这么容易就突破了 夜沉一呆 而后世惊喜 星空道书果然是强大 他并没有刻意去感悟突破 只是观看星空一眼 自己修为也突破晋升了 现在夜沉的感觉非常微妙 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 也感觉不到精神的存在 尝试与轨道组织沟通 却发现完全沟通不了 他仿佛成了虚无 甚至连虚无都不存在了 就是无无 好像已经触及了无无的本质 夜沉往前行去 他感到星空深处 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 虽然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但夜沉知道自己在前行 也不知前行了多久 夜沉听到一股巨大的气流轰鸣声 这股声音 即便连宇宙的真空都无法掩盖 一幕无比壮观奇异的画面 出现在夜沉眼前 在他的前方 无尽星空之中 居然悬浮着一个巨大的蓝色魔方 巨大的蓝色魔方 六面 八角 十二边 呈现幽暗的实质 冷峻森严 冷边起整 整体彰显出一股完美的秩序 这股秩序 稳固的可怕 完美整齐的可怕 没有一点紊乱和混乱的地方 一股股浩瀚恢恢红的能量灵气 从那蓝色如梦如幻的魔方之中 散发而出 扩散到整个星空宇宙里去 不断孕育出新的星辰 夜沉甚至感觉到 整个星空 所有日月星辰 甚至是诸天宇宙 都是围绕着这颗蓝色魔方旋转的 这颗蓝色魔方也在自转 转动的轨迹是如此有节奏 充满了规律的秩序 仿佛永远也不会陷入混沌与混乱 所有轨迹都是可以预测的 甚至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符号表达出来 简洁美妙到近乎神圣的地步 大到至简 夜沉彻底震撼了 眼前这一幕画面 蓝色的魔方体 悬浮在漆黑深邃的宇宙里 足以让众生迷醉 好看吗 突然 一道稚嫩的声音 从夜沉身边响起 夜沉一愣 侧头一看 就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出现在自己身边 小女孩约莫七八岁 皮肤白皙 五官如粉雕玉琢般完美 是个美人胚子 以星辰为一 月光为常 太阳的光芒形成她的发带 竖着如黑瀑布般的青丝绣发 她双足赤着 就安静地 站在夜沉身边 夜沉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好看的小女孩 好看 夜沉点头 目光凝视着小女孩 小女孩扑斥一笑 道 我不是问我好不好看 是问你这颗魔方 夜沉回过神来 目光望向那蓝色魔方 道 好看 目光又落到小女孩身上 却从小女孩的眼眸里 感受到一股亘古的苍凉之意 这部眼神 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你是星空道书的气灵 夜沉感觉非常之敏锐 上下打亮小女孩一眼 就感到小女孩气息的特殊 竟于整片星空 有着血脉相连般的联络 她下意识判断 这个小女孩 很可能是星空道书的气灵 星空道书 居然诞生出了气灵 你真是厉害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不愧是轮回之主呢 小女孩赞叹一声 清澈的眸子里 满是惊喜与意外 显然没想到夜沉一眼 就看破了她的身份 真是气灵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夜沉一愣 她只是随口猜测 没想到缺点中真相 我吗 你可以叫我小星星 小女孩笑道 夜沉 小星星 小女孩道 嗯 是的 或者 你也可以称呼我的神豪 大星神 夜沉道 大星神 你的神豪 倒是霸气 那有没有小星神 小女孩道 小星神也是我 我小时候就叫小星神 现在长大了 就叫大星神 夜沉看了看小女孩 直到自己大腿的身高 笑道 你这就已经长大了吗 你不是还是个小女孩 小女孩道 我已经算长大了 小时候的我 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星光 我年岁很大了 比呜呜时空的寿命还要大 你无法想象 我诞生的时候 呜呜时空都还没有诞生呢 夜沉眸子微眯 道 但你看起来 还是一个小孩子 大星神 小星神 小星星 这些名字都不好 我叫夜沉 你以后随我姓 我给你起个名字 嗯 第10611章 太遥远 夜沉思索着 要给小女孩 取个什么样的名字 小女孩摇摇头道 不用 我不需要 名字太多 会导致混乱 哥哥你叫我小星星好了 夜沉眸子微眯 笑了笑 道 好吧 小星星 顿了顿 夜沉指着前方 巨大幽蓝的魔方 那东西是什么 夜沉能感觉到 那蓝色魔方的恐怖与浩瀚 还有那近乎完美的规律 挑不出半点瑕疵 小星星 是天道 夜沉愣住 以为自己听错了 天道 小星星道 是的 每个世界 每个宇宙星空 都可能有不同的规律法则 不同的天道 但所有的天道规律 源头都在这颗蓝色魔方上面 这是至高的天道 至伪的真理 是最初的规律 你看看 这颗魔方是不是很完美 夜沉错愕 仔细打量着 那颗蓝色魔方 的确是无比完美 秩序轨迹井然 从魔方上一秒的轨迹转动中 就可以推算出 下一步的轨迹 根本不会有任何 混沌混乱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和有秩序 是 很完美 夜沉如实点头 小星星点点头道 嗯 我怀疑这颗魔方 是一位至高强者所造的 哥哥你觉得呢 夜沉道 什么 小星星道 很多人都说 天道是天地造化的源头 不为人意志所转移 但你看这颗魔方 这么完美规整 明显是人造的 而且是精心打磨过 夜沉一呆 人造天造 这个问题 他没有思考过 现在听到小星星所说 夜沉才感到恐怖 这么规整的魔方 只要是正常人 都不会觉得 是自然的力量造化出来的 这不可能 如此完美 如此规整 打磨得如此整齐的魔方 只能是人造的 但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 能打造出这么完美巨大 能量浩瀚的魔方 要知道 小星星说 这魔方可不是什么法宝 而是天道本身 天道是有形的 就是这颗魔方 谁有这个本事 可以打造出天道 夜沉不敢想 是谁打造了天道 夜沉问 小星星捧了捧自己的小圆脸 有些懊恼道 我也不知 哥哥 这个问题 是我唯一不知道的问题 但幸好 现在我碰到了你 哥哥 有你在的话 我们或许能知道 天道背后的秘密 夜沉指了指自己 我 小星星道 是啊 只要你能将轮回书打造出来 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回到世界的最初 见证天道诞生时候的模样 甚至我们还有机会修改天道的规律呢 轮回书是可以穿越过去的 可以回到过去 更改过去的时间线 所以从理论上说 夜沉甚至可以回到天道诞生的时候 夜沉摇摇头道 魂天帝正在追杀我 想打造轮回书的话 至少我也要活下来再说 小星星 我需要完全执掌 这夜星空道书 你帮我 小星星扑斥一笑 啊 不行的 哥哥 你修为还不够 要是完全把星空道书的能量 灌注到你体内 你要暴体身亡的 星空道书非常神秘 能道应天道 你现在看到的蓝色魔方 就是天道的道影 虽然只是道影 但也带有磅礴的天道原始之力 哪里是这么好掌控的 就算是世家佛祖 也没有能力完全掌控星空道书呢 夜沉道 你还认识佛祖 小星星笑道 我知道它 但它不知道我的存在 身为星空道书的气灵 我可以知道 其他所有星空输液的存在和奥秘 夜沉心中微动 星空道书听说有很多页 只有你一个气灵吗 其他的输液 会不会也有气灵 小星星笑道 不会 就只有我一个了 星空道书是从天道流传出来的篇章 是神迹颂识点的核心 本身秩序就已经非常完美了 不需要气灵来维持秩序 所以一般来说 星空道书是不会诞生出气灵的 我是特殊的存在 因为我所处的书液 也埋在黄图星 这里太混乱了 黑暗魂族 愚者的信仰 都会破坏秩序规律 带来混乱 这片书液已经受到影响 出现了一丝黑暗堕落的迹象 我应运而生 是要阻挡堕落 维持星空道书的完美秩序 我既然诞生了 那就不会再有其他气灵诞生 否则星空道书的秩序 就要直接混乱崩塌了 夜沉似懂非懂 哦 所以说 你是唯一的存在 小星星笑道 是啊 哥哥 你也是唯一的存在 能与你相遇 我很欢喜 我相信终有一天 你可以打造出轮回书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时间的源头去看看 看看是谁打造出了天道 还是说 真是自然形成的 夜沉苦笑一下 哦 现在聊这些 还是太遥远了 我们要先想办法解决魂天地 第10612章 星空 小星星低估道 魂天地吗 嗯 哥哥 你手给我 我先传您一些星空道书 所蕴含的神通奥秘 或许能帮你击败魂天地 他伸出稚嫩的小手 眨巴着眼望着夜沉 夜沉点点头 便也伸出自己的手 交给小星星 当两人的手掌握在一起 夜沉感到一阵稚嫩的轻柔 但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任何反应了 嗯 哥哥 好像不太行 小星星有点尴尬 夜沉道 怎么 小星星道 不知是你修为太弱 还是我不熟悉你身体的秩序法则 我的星光 传不到你身体里去 闻言 这一下 是轮到夜沉有点尴尬了 难道是自己太弱 无法接收星空道书的奥秘 小星星想了想 道 哥哥 你抱着我吧 我们亲近一些 或许就能成功了 夜沉咳嗽一下 无奈 只好蹲下身子 轻轻抱住了小星星 在抱住小星星的时候 夜沉感到小星星浑身发光 甚至他整个人都在融化 要融化成一点点的星光 夜沉一呆 感到万千星光涌入体内 一股浩瀚的信息流 冲入他的脑袋 几乎要将他脑袋撑爆 那是关于星空道书 种种控制借用的奥秘 还有一门大神通 其名为天道大星空 这门大神通 和夜沉在很久以前 曾领悟过的鸿蒙大星空 有点类似 也是一门召唤星空的秘书 不过 这门天道大星空的威能 比起鸿蒙大星空 要强悍许多 直接借用星空道书施展 可以道引天道 爆发出一丝天道的神威 碾压众生 强横之极 夜沉脑袋撕裂般的疼痛 种种信息流冲击着 等到疼痛稍稍平息 他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 已经从星空道书的世界里出来了 那夜星空道书 静静悬浮在他的面前 显现出奇异的变化 在书页上面 灰红的星空图安里 出现了一颗小小的蓝色魔方 魔方 魔方 看到书页上出现的魔方 夜沉忍不住叫了起来 鬼道祖师道 牧主 什么 魂天地已经快攻进来了 你可曾领悟到什么东西 天道有形是一颗蓝色的魔方 这是非常隐晦的秘密 连鬼道祖师都不知道 夜沉深吸一口气 握了握拳 道 领悟到了 星空道书 天道道影 真是奇妙啊 内心又暗暗呼唤道 小猩猩 你在吗 一道稚嫩清脆 又温柔平和的声音 在夜沉脑海里响起 哥哥 我在的 为你祝福 夜沉听到小猩猩的声音 煞时间神清气爽 仿佛真的得到了什么无上的祝福 浑身骨骼卡茶茶爆响 他丹田的灵气 与星空道书的书页 互相共鸣的 星空道书之上 释放出无尽流光 汇聚入夜沉的身体里 哄 夜沉的修为境界 又迅猛提升 一下子就从神道境七层天出阶 连跳两极 达到高阶的地步 这么近身突破 让得夜沉狂喜 星空道书 不愧是顶级的至宝 是大机缘 大造化 夜沉现在得到 修为就连连突破了 要知道 他以前突破一小步 都要付出无比艰难的心血 现在一下子跳了两极 自然让他狂喜 鬼道祖师也觉察到夜沉的近声 点点头道 牧主 看来你已经得到星空道书的真髓 修为境部竟如此迅捷 煽动之外 一道声音尖叫起来 小子 你执掌了星空道书 那是魂天地的声音 充满了破防的震动 他显然也是感受到 夜沉已经得到星空的祝福 此前的魂天地 苏醒之后 一直淡漠而冷静 说话不急不躁 但现在他是彻底动容了 因为他之前以为 夜沉是断然不可能掌控星空道书 毕竟 那是连世家佛祖 都无法领略真髓的存在 所以 夜沉拿走星空道书 他并不慌 想着等杀死夜沉后 自己可以拿回来 但现在 看夜沉的模样 却似乎已经顺利掌控了星空道书 魂天地无法再保持平静 心态几乎要炸裂了 他哪里想到 区区神道境的夜沉 居然能掌控星空道书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以星空道书的强大和底蕴 连顶级天地都拿捏不住 就算是魂天地自己 当年为了借用星空道书的秩序力量 来保存犹云天尊的尸体 都要耗费种种心血 布置种种大阵静置和铁链 才勉强借用到一点秩序之力 抵抗岁月磨损和尸体的腐烂 直接掌控星空道书 那连魂天地都不敢想 但现在的夜沉 却似乎做到了 夜沉不等魂天地进来 就自己走出了山洞 看到魂天地那震海苍白的脸 此刻的夜沉 她的身前 正漂浮着一页星空道书 那星空书液的气息 与她完美融为一体 仿佛她就是星空本身 第10613章 完美躯体 布 你怎么可能掌控星空道书 魂天地发出不可思议 又是嫉妒 又是震怒 又是悔恨的声音 鬼道祖师 小星星 夜沉一心二用 分别呼唤鬼道祖师 和小星星的名字 请助我一臂之力 夜沉并没有拖大 她眼前要面对的敌人 可是魂天地 哪怕对方可能不是那个 实力极其恐怖的状态 想击败如今这个魂天地的话 她自然不会孤军奋战 好的 墓主 好的 哥哥 我都听你的 鬼道祖师和小星星的声音 同时传入夜沉的脑海里 哄 下一刹 鬼道祖师的灵气能量 率先冲入夜沉经脉之中 夜沉经脉之中 一股强烈的鬼气瞬间爆发 仿佛有一只巨兽 在她体内狂暴咆哮 她的皮肤开始变得煞黑 一丝丝如同毒蛇一般的黑色鬼气 在上面若隐若现 透着一股森然的威势 仿佛要将生命都吞噬殆尽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鬼气能量 魂天地彻底震动了 紧接着 更让她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一片星空输液 灵光幻化 化成了一席战袍 披在夜沉身上 星空战袍披身 与夜沉的鬼气融合 黑暗的鬼气 与星空的瑰丽 居然完美地融为一体 彰显出一股奇妙的秩序之力 该死的小子 不管你化身何等模样 我都要你死 你的尸体 会成为我的容器 解尸还魂 我不信 你还能反杀我 魂天地连连咆哮 黄图剑带着尸山血雨般的威势 席卷风暴 破空向着夜沉展来 她此时盛怒之下 动用权力 声势十分浩大 一剑出 山河洞 周围的山壁 地底石柱 都在疯狂颤抖 破碎 夜沉有星空战袍的守护 完全无惧 正面迎着魂天地的剑气风暴 直接冲杀上去 借用着鬼道祖师的力量 手掌劈出一道道凶悍的刀芒 切割向魂天地的躯体 魂天地的剑气风暴 率先爆轰到夜沉身上 凶猛的剑气 甚至连夜沉的星空战袍 都无法完全防御下来 有些剑气破杀而入 但幸好 夜沉还有小猩猩的助力 小猩猩催动星空 浩瀚的包容之力 将星空战袍防不住的 小部分剑气 全部削解掉 夜沉没受到丝毫伤害 几条九幽鬼五刀的刀芒 已经斩落到魂天地身上 噗哧 泄花飞剑 魂天地受伤 脸容微微扭曲 手掌握剑 遥遥与远处的黄图剑 真身共鸣 黄图霸业风云洞 天地归心剑一通 伴随着一声爆喝 远处的黄图剑真身 有更深厚恐怖的能量 被他调动过来 他手中的剑 升起了浩瀚的气象 滚滚风暴汇聚 仿佛剑尖上 聚集了整个天地的力量 下一刹 剑光斩空而下 犹如天崩地裂 让整个空间 都在瞬间扭曲变形 剑气如虹 飙斩向夜沉 九天盘龙柱 给我镇压 夜沉狂喝 祭出九天盘龙柱 嗡的一下 九天盘龙柱 化作千丈巨大 破碎虚空 并得到夜沉鬼气的灌柱 整条柱子都化作了漆黑 上面盘着的龙雕活了过来 昂首发出咆哮 而且还有一头头恶鬼的虚影 在柱子上盘旋 非常壮观 夜沉双臂 虚抱着九天盘龙柱 一个横扫 声势浩荡 就将魂天帝的剑气 全部碾压消灭 魂天帝神色大变 看着夜沉那挺拔的身躯 他双眼又露出了 贪婪赤裂的神色 多么完美的躯体 多么完美的容器啊 要是被我得到 我的黄图霸业 一定可以实现 千秋万世的宫艳 永恒的秩序 可以在我手中建立 吞魂邪道章 封印之章 封锁轮回 大禁锢 魂天帝发出咆哮 只想得到夜沉的肉身 充当自己灵魂的容器 他当年被原天帝杀死 想要直接复活的话 几乎没有可能 唯有戒尸还魂 借用容器 依靠夺射的方式 重新复苏 毫无疑问 夜沉的肉身足够完美 在魂天帝眼里 就是世上最好的容器 哄 一片片字符 从魂天帝手掌流淌而出 汇聚成了邪点 那正是吞魂邪道章的邪点 吞魂邪道章邪点一出 一股恐怖阴邪的能量 便是弥漫四方 几乎要让人窒息 夜沉看到吞魂邪道章 眼瞳也是剧烈收缩 他自己也修炼了吞魂邪道章 自然知道 这门功法的可怕 这门功法 是魂天帝毕生心血的结晶 是魂天帝最强大的神功道法 现在魂天帝自己亲自出手施展 这吞魂邪道章的威力 简直是堪称恐怖 只见那邪点之书上 浮现出了封印两个字 一股大封印 大禁锢的力量 化作了一张铁链大网 凶猛向着夜沉照去 要将它彻底封印镇压 吞魂邪道章 有九章邪点 魂天帝此刻施展的是封印之章 第10614章 极致的力量 这封印之章 可以封印万物 极其厉害 在施展出封印之章后 魂天帝的躯体 处处破裂流血 反噬严重 毕竟他这副肉身 这具容器还不完美 难以承受吞魂邪道章的威压 封印之章爆出 还没封锁夜沉 他自己就先受伤了 不过 魂天帝并不在乎 只要能封印夜沉 那他的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 那一张封印铁链大网 破空罩过来 顿时让夜沉窒 要是让这张大网罩中 那夜沉再想逃脱 必定是难比登天 魂天帝 你还封印不了我 夜沉目自尽烈 鬼气贯注 狂然轮动九天盘龙柱 以横扫千军的气势 狠狠扫向那张铁链巨网 卡查查 九天盘龙柱 是天妖老祖留下的神器 再配合鬼道祖师的能量爆发 简直是凶猛无敌 夜沉横扫而过 那一条条铁链 当场就被他撵爆了 魂天帝的封印之章 邪光也是黯淡了下去 见到这一幕 魂天帝神色变得无比沉重 他捏动手绝 邪点字符变动 那封印两个字 扭曲变换成了觉醒二字 觉醒之章 开 魂天帝开启觉醒之章 这一张邪点 能以自身气血精华 灵魂精华 潜力精华等等为代价 强行在短时间内 拔高自己的实力 哗啦 魂天帝一开启觉醒之章 他的气势 就在瞬间狂飙了 身后有一道道魔剑器排列 容貌也发生了变化 变得一个冷酷冷俊 居然是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 此刻的魂天帝 模样不再是尤云天尊 在觉醒之章的助力下 他居然显现出了 自己年轻时候的本相 我为世间第一缕邪恶 第一尊邪神 邪气凛然 威压天下 轮回之主 你给我跪下 魂天帝目光盯着夜尘 发出洪亮的声音 声音里如同带着一股魔力 剧烈冲击夜尘的道心 如果是一般人 在魂天帝的威压下 可能就真的要向他下跪了 但夜尘丝毫不受影响 冷酷道 你还没资格让我跪下 哄 夜尘抡转九天盘龙柱 疯狂砸向魂天帝 魂天帝见到夜尘不受震慑 大为震动 心想 这小子竟能承受我的威压 我刚才的话语 可是带有因果律的压力 他竟也丝毫不受影响 刚刚魂天帝叫夜尘跪下 不只是精神的震慑 还有因果律的压制 这股因果律的压制 可以无视到心 但偏偏 夜尘还是不受影响 对了 一定是星空道书 星空道书的秩序 如此强悍 连我的因果律都可以挡住 魂天帝心里极度燃烧 就算是他当年 拿到了星空道书 也无法掌控 但如今的夜尘 却是可以掌控 并且得到星空道书的守护 眼看夜尘的九天盘龙柱 风魔般抡杂而来 魂天帝知道 想靠精神冲击碾压夜尘 那是万万不可能了 唯有依靠真本事 可惜我这幅化身 缺陷太多 实力太垃圾了 许多神通都施展不出来 唯有这一招了 崩坏之章 崩坏杀剑道 魂天帝亲贺一声 邪点之书再次变化 竟是释放出了恐怖的崩坏之力 滚滚崩坏之力 汇聚到他的黄图剑上 一剑出 天崩地裂 虚空风云 茫茫乾坤 卡茶茶爆裂 无边无际 狂暴恐怖的崩坏剑气 宛如一股惊天的浪潮 凶猛无匹地呼啸 斩向叶晨 卡茶 叶晨的九天盘龙柱 居然在瞬间 遭到崩坏剑气的压制 柱子上就出现了开裂的痕迹 什么 叶晨大势震动 却见魂天帝自己 在施展出崩坏之章后 躯体也出现了 大量的崩裂破坏 受伤极其严重 这崩坏之章 破坏力巨大 但反伤也是巨大 叶晨没有想到 魂天帝居然敢动用这一招 你这副化身 能承受崩坏的冲击 叶晨神色凝重且古怪 继续狂轮九天盘龙柱 疯狂砸向魂天帝 魂天帝仰天大笑 只要能够震杀你 我牺牲这副肉身 又有何妨 魂天帝心意已决 崩坏之章的力量 爆发到极致 剑气席卷崩坏浪潮 呼啸凶悍地斩披出来 叶晨脸色沉重 轮动九天盘龙柱对抗 身上的星空战袍 不断绽放光辉 但在魂天帝的崩坏剑气下 他的战袍 却也遭到巨大的冲击 出现了许多裂痕 轰轰轰 叶晨的九天盘龙柱 与魂天帝的 黄图崩坏剑 不断地对轰碰撞 爆发惊天浪潮 这片陵墓在迅速坍塌 要变成废墟 魂天帝的黄图剑 蕴含着他黄图霸叶 千秋万代的雄星 此刻爆发崩坏剑气 这股黄图霸叶 雄霸江山的豪气 仿佛也跟着崩塌 有一种万代江山 天崩地裂的悲壮义气 更为他的崩坏剑气 增添了一份苍凉的威压 第10615章 极致的信念 千秋功名 雄徒霸叶笑谈间 都要沦为白骨飞灰 都要在崩坏的碾压下 化作虚无 这就是崩坏之力的强大 碾压一切 崩坏一切 让一切为之沉沦 轰隆隆 叶晨和魂天帝的对轰 顷客之间 就让陵墓彻底坍塌成废墟 乱石横飞 尘埃滚滚 两人从地底世界 打到了地上 地面上 朱正雄 庄无道等人 正在与黄图魂宫的 两个长老交战 那两个长老 带了不少高手过来 双方打得难分难减 到现在都还没有 分出胜负 过程中除了乌莫婉 突然踩上传颂阵 说是要去照看夜晨之外 还没有任何人 曾踏上传颂阵半步 然而 这传颂阵 下地震动 地底的远古陵墓 已经坍塌了 地面也剧烈地凹陷下去 夜晨和魂天帝两人 从地底下飞出来 顿时震惊了所有人 交战的双方 立即霸占后退 目光齐刷刷地望了过去 当看到夜晨身披星空战袍 双臂轮动九天盘龙柱的身影 朱正雄 庄无道等人都梦了 轮回之主拿到了星空道书 甚至已经执掌 朱正雄只感到不可思议 看夜晨身上 星空战袍的辉煌气势 夜晨分明是 掌控了星空道书 执掌星空道书的夜晨 何等霸气 又有谁是他的敌手 但夜晨对面的敌手 气势却也是无比凶悍霸道 甚至盖过了夜晨 朱正雄定睛一看 当看到那对手的面容 他就惊呆了 那既然是魂天帝 传说之中 黄图剑的主人 昔日不可说的强者 魂天帝是怎么和夜晨 打到一起的 朱正雄彻底猛了 庄无道也猛了 黄图魂宫的长老和弟子们 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信仰魂天帝 但当魂天帝 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第一个念头 就是恐惧 害怕 萎缩 害怕自己会成为 魂天帝的祭品 害怕会被杀死 弯弯弯 魂天帝气势无敌 他手握着黄图剑 与天共鸣 贯穿了天帝的 黄图剑本体 金光迸发 所有能量 都汇聚到魂天帝手中 原本贯穿整个黄图星 辉煌壮丽的青铜骨剑 此刻能量大大消耗 剑身从青铜色 化作了灰暗的腐朽 仿佛变成了一节朽木 魂天帝手中的剑 气势何等凶猛 但他还不满意 还怕镇压不了夜晨 在疯狂催动着崩坏之章 崩坏的剑气 滚滚如潮杀出 我的信徒 献上你们的血 魂天帝目光一瞥 看到有黄图魂宫的 长老弟子在此 心头一喜 发出洪亮的声音 他声音落下 带有因果律压制 在场所有黄图魂宫的人们 身躯扑扑爆裂 鲜血飞溅而出 全部汇聚到魂天帝身上 死于非命 而魂天帝 得到了信徒们 大量鲜血的滋养 顿时精神勃发 崩坏之力的反噬 也减轻了一些 恐怖的崩坏剑气浪潮 铺天盖地 向着夜晨呼啸而来 在这股崩坏剑气的碾压下 夜晨也是有点承受不住 呼吸窒息 五脏六腑崩裂般的剧痛 身后的天空 脚下的大地 都在卡叉叉地爆裂 完全挡不住 魂天帝的崩坏杀法 朱正雄和庄无道等人慌了 想带人过去帮夜晨 但在那股强大的崩坏 剑气冲击下 他们带过去的人 还没靠近 就被崩坏之力 撕扯成了碎片 他们两人 也是无比惊恐地后退 深深地恐惧 知道夜晨和魂天帝之间的战斗 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 轮回之主 到此为止了 你能支撑到现在 也足以自傲了 大崩塌爆面 魂天帝目光灵力 手掌一握 崩坏剑气汇聚成一个圆形的大球 呼呼旋转绞杀 无尽剑气 要让一切存在都崩塌爆面 夜晨压力陡然飙升 感觉整具身体都要被撕裂了 星空战袍无法再维持下去 呜呜一声响 重新化成了一页星空倒书 他就算死 也必须一战 不 还没结束 天到大星空 给我镇压 夜晨咬咬牙 心里掠过小星星 传给他的大神通 那是天到大星空的神通 他灵气彻底爆发 疯狂调动星空倒书的力量 借用其中所蕴含的星空灵气 哗啦 瑰丽的一幕 瞬间出现了 只见那一页星空倒书 仿佛化作了一块布 飞到天上去 这块布铺开 铺满了天空 晨昏线的天空 就彻底变成了一片浩瀚璀璨 神圣灰红的星空 这片大星空 如一个圆盖般 笼罩四野 彰显出一股强横的秩序之力 在这股秩序之力的压制下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魂天地的崩坏剑气 居然被镇压了 混乱的剑气风暴 迅速窒息 所有崩坏混乱的力量 都化作了秩序的整齐 秩序一建立 崩坏就要消散 第10616章 何等力量 星空的大秩序笼罩下来 只是挤得呼吸的时间 所有崩坏剑气 就消散得干干净净 随风远去了 什么 魂天地觉察到这一幕 顿时惊骇得无以复加 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幕 这崩坏之力 已经是他这幅化身 所能调动的最强杀法 但没想到 居然让夜晨一下压制了 咦 这天道大星空的力量 竟如此强大 夜晨见到天道大星空释放 刚刚还无比肆虐恐怖的崩坏剑气 居然被压制消逝 也不由地惊喜万分 喜出望外 他的灵气 并没有被消耗多少 但居然能达到如此效果 简直无敌了 哥哥 天道大星空的秩序 是很厉害的 但你不可轻用 否则要大大消耗 星空倒数的灵气底蕴 一旦星空倒数 灵气底蕴消耗太严重了 秩序法则松懈 就会被黑暗侵蚀 甚至变成一张废纸 夜晨耳边传来小星星的声音 他不由地心头一领 仰望星空 果然看到星空的边界 有一缕缕黑暗堕落的气息 在隐约浮沉 仿佛要随时侵蚀肆虐 小星星说的没错 天道大星空的威力与秩序 虽然强大 但代价是要消耗 星空倒数本源的灵气底蕴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 这一招大神通 还是不要轻易动用 星空遮天 在夜晨的星空遮蔽下 连黄图剑都看不到了 这片天地 仿佛已经没有了 魂天帝容纳的空间 变成了夜晨的领地 不不不 我怎么会说 我怎么会输给一个 神道镜的小子 这不可能 魂天帝慌了 彻底慌了 也是彻底震动 虽说如今的他 只不过是一具化身 这具化身所能承载的力量 非常有限 可能还不到他巅峰时候的百万分之一 这力量对他来说 和尘埃一般 但不管如何 他的这道尘埃的力量 终究是要败在夜晨手里 一旦天机扩散出去 被黑暗魂族的信徒知道 那对魂天帝的威严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足以动摇他信仰的根基 后果极其严重 第三魂族听令 速来助阵 献出心脏 助脚轮回 魂天帝发出洪亮的呼唤 要召唤第三魂族的信徒过来 要他们献出心脏与鲜血 为自己助力 他还要战斗下去 他提着剑 咬着牙 步步走向夜晨 但崩坏之力地反噬冲击 让得此时的他 看起来只像是一条死不肯认输的狗 魂天帝 你还不肯认输 天道镇压 大破灭 夜晨目光三寒 没有留守的意思 大手一招 星空之上 轰隆隆一阵暴响 一块奇异的魔方晶体 就缓缓浮现出 夹杂着恐怖的氛围能量 这块魔方 通体幽蓝 雕琢打磨得完美至极 没有一点瑕疵和突出的地方 完美整齐到令人惊叹的地步 蓝色的魔方 悬浮在深邃的星空之上 缓缓转动着 这一幕画面 十分的瑰丽奇幻 足以让观者陶醉震撼万事 那是什么东西 这法宝 可真是完美啊 庄无道和朱正雄 看到天上的魔方 内心产生了一股巨大的震撼 甚至想要跪拜下去 他们心里第一个念头 不是这个魔方 能量气息有多么强大 而是这魔方太完美了 四四方方 规规整整 幽蓝的实质透着冷峻 无法看穿其内在 但外在所彰显的秩序 已经超脱了世间所有 这是 天道 最初的天道 至高的天道 魂天地梦了 别人认不出这魔方的来历 但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自然知道这个魔方 代表着什么 他知道 这就是天道的化身 是最初的天道 是世间所有规律的源头 是孕育了一切 造化了一切的源头 可以说是万物之母 天地之石 现在 夜晨居然催动魔方 让魔方散发出了 阵阵恐怖的能量 一道道幽蓝的光线 向着魂天地暴杀贯穿而去 魂天地呆呆站在原地 没有抵挡 夜晨能催动魔方 在他眼里 这已经是执掌至高天道的手段 既然夜晨已经执掌了制高 那他再反抗 又有什么意义 噗哧噗哧 一条条魔方光线 比飞剑还要恐怖凌厉 轻轻松松 就将魂天地的身躯贯穿 魂天地倒闭在地 他这具化身 生命逝去 秩序也跟着崩塌 躯体迅速变得苍老 摔袖 魂天地的化身死了 庄无道 朱正雄等人彻底梦了 虽说死去的 其实只是魂天地的一具 微不足道的化身 但不管如何 夜晨能以神道境之身 击杀魂天地的化身 这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战绩了 手段堪称离谱 当然 庄无道和朱正雄并不知道 其实夜晨是有着 鬼道祖师和小猩猩的助力 如果没有两人的助力 夜晨想靠自己战胜魂天地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10617章 何解 小猩猩是何等恐怖和传奇的存在 鬼道祖师又是何等逆天的人物 两者的力量 加持在任何一人身上都堪称恐怖 羞羞羞 魂天地死后不久 一道道流光 千千万万 从四面八方飞射而来 却都是黄图魂宫的人 整个黄图星 所有第三魂族的子民 在听到魂天地的召唤后 都倾巢而出 全部赶了过来 他们之中 真正虔诚 愿意为魂天地牺牲的人 其实并不多 但身为魂天地的后裔 魂天地的命令 他们无法违抗 所以都赶了过来 做了必死的决心 但当抵达现场 所有人都梦了 因为他们看到 魂天地已经死了 在场之中 只有夜晨 是最后的胜者 夜晨只是随意站在地上 但却与整个星空共鸣着 星光沐浴在他的身上 任何人都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都被他那股 浩瀚如星空般的气势震撼了 此时夜晨还没收回星空道书 所以 天道大星空的气象 还在天际铺展着 那一颗幽蓝完美的魔方 依然散发着令人战利的光芒 画面非常的瑰丽 其实是夜晨自己 想欣赏多几眼这颗魔方 所以没有收起 魔方的秩序 规律 完美的轨迹 让夜晨只是观看 就有莫大的收获 道心修为感悟良多 魂天帝大人居然死了 他死在了轮回之主手里 呸 乱说些什么呢 只是一句化身而已 但 化身也是有魂天帝大人的意志 他 他竟然敌不过轮回之主吗 一阵阵骚动思雨的声音传出 全场第三魂族的人们 都彻底猛了 不敢相信魂天帝会死在夜晨手里 但眼前铁一般的事实 却不容得他们不幸 有不少人 内心的信仰动摇了 夜晨这个凶手 就站在这里 但没有人去攻击他 此刻的夜晨 宛如就是星空的本身 气息浩瀚恢恢弘之极 别说去攻击他了 就连痛恨他的心情 都没有人会有 毕竟谁会憎恨星空呢 只有仰望 轮回之主 就在这时 天际乍起天地金光 神气浩荡千万里 一道惊雷般的声音 震动全场 听到这声音 朱正雄和庄无道 都是彻底紧张起来 因为他们听出来 那是第三魂族族长 黄图魂公公主 青秋天月的声音 下一刹 一个威武魁梧 身穿天地金袍的男子 便是降临到现场 那正是青秋天月 他的目光 先是看了看 悬浮在天的魔方 又看了看地面上的夜晨 再看了看魂天地 已经枯朽的尸体 他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阁下便是黄图魂公公主 青秋天月 夜晨问 青秋天月是整个黄图星 最强大的存在 是顶级的天地强者 但说也奇怪 夜晨面对对方 居然没有多少压力 执掌星空道书 带给夜晨无尽的勇气 让他即便面对天地 也是丝毫不拒 青秋天月道 是我 初次见面 幸会了 夜晨笑道 你来是找我报仇吗 青秋天月沉默一下 感受到夜晨身上的 星空大气势 他苦笑摇摇头道 轮回之主神通盖世 在下不敢报仇 夜晨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青秋天月又沉默了 只见全场所有魂族人的目光 都在齐刷刷地望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 道 或者 我们可以和解 和解 夜晨仿佛听到了 世间最不可思议的话语 青秋天月道 是的 争斗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我第三魂族 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咱们就此和解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夜晨呵呵一笑 道 你能拿主意 你向我低头 就不怕魂天地 将来宰了你 听到这话 青秋天月脸皮抖了抖 道 我辜负魂天地的信赖 罪该万死 我以后会到他的面前谢罪 但我生死无妨 却不能看着我第三魂族的人 也跟我一起死 他要跟夜晨和解 主要是敬畏夜晨的力量 害怕第三魂族与他争斗 会有惨烈的死伤 夜晨微微一笑 道 你倒是好人 青秋天月摇摇头 道 轮回之主 那你是愿意和解了 夜晨道 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你们是魂天地的子民 将来魂天地复苏 一声令下 叫你们出手杀我 你们也违抗不了他的意志 和解其实是没有可能的 就算第三魂族 不想与夜晨争斗 但只要魂天地还在 他们就无法抗拒魂天地的意志 他们不过是一颗颗棋子罢了 跟棋子谈判 没有意义 青秋天月道 那轮回之主的意思是 夜晨坦然道 就这样吧 如你所说的 井水不犯河水 我轮回阵营 不伤害你们第三魂族的人 你们的人 也不要过来找死 第10618章 落幕 这里终究是黄图魂宫的地盘 夜晨倒也不想撕破脸皮 毕竟青秋天月是天地 要是真撕破脸皮的话 他也占不到什么好处 暂时和解 是目前最妥善的策略 当然 夜晨知道 等将来魂天地复苏 第三魂族 还会是自己的敌人 棋子是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 青秋天月听到夜晨答应 顿时大喜 道 多谢轮回之主 那以后 咱们便井水不犯河水 各安天命 顿了顿 青秋天月又迟疑道 轮回之主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不知你可否答应 夜晨问 什么 青秋天月道 我想观摩星空道书一眼 我一直在寻觅星空道书 可惜却被你杰族先登 夜晨笑了笑 啊 怎么 你不服 青秋天月慌忙道 不敢 轮回之主有大气韵 星空道书最终归于你手 我无话可说 如今在下只恳求轮回之主 能给我观摩星空道书一眼 就一眼 即便对 星空道书也是顶级的至宝 炼化掌控几乎没有可能 连佛祖都做不到掌控星空道书 青秋天月只想观摩一眼 观摩星空的奥秘 或许能印证到星 增进修为 他又掏出一本卷轴 恭敬地交给夜晨 这是三十三天神术 枷锁汽血舟的修炼秘法 里面还有我黄图魂攻 历年来的感悟笔记 或许对轮回之主你有用 只要轮回之主 能给我观摩一眼星空道书 这神术秘籍就是你的 夜晨见青秋天月 拿出如此重力 笑着收下 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指了指头顶的星空 星空就在你的头上 你想观摩 只要抬头观看便是 这片天道大星空 夜晨还没收敛 甚至星空之上 还有悬浮着魔方的气象 非常瑰丽壮观 巨大幽蓝的魔方 盘踞在漆黑深邃的星空之中 这一幕画面 足以让观者沉醉万古 青秋天月呆了呆 抬头看着天上的星空 深邃 浩瀚 辉红 壮阔 瑰丽 无上的秩序 美妙的法则 种种宏大的概念 在他脑海中一一涌起 他的身躯 忍不住颤抖起来 仿佛得到了什么名物 朱正雄 庄无道 还有在场所有的舞者 也是抬头仰望着星空 所有人都露出了 痴迷沉醉的神色 全场寂静 扑痴 突然 有人吐血 扑痴 扑痴 吐血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舞者倒地抽搐 却是他们修为有限 无法承受星空的大恢弘 心神沉浸到无边无际的星空之中 就会产生无尽的空虚 导心受到巨大的冲击 不消片刻 又有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双手胡乱滑拉着脸皮 在脸庞上扯出一条条猙獰的血痕 双眸里满是惊恐的神色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那是因为 他们看到了星空的边缘 那一缕缕浮沉着的黑暗雾矮 那是星空倒书的恶朵气息 星空的中央 虽然是纯净深邃 没有受到污染 但边缘是被污染了 这些污染的 黑暗堕落的气息 对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 只要深入观看一眼 就会崩溃发疯 夜沉见状 便连忙将星空倒书收起 众人头顶上的天道大星空 迅速消失 恢复了成婚线的模样 一柄青铜骨剑贯穿天地 这星空倒书 略有污染黑暗之处 还是不能久观 夜沉道 清秋天月怅然若失 沉默良久 才叹息一声道 星空的秘密 看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奥 就算给我观摩 也看不出什么眉目 轮回之主 你竟能直接执掌 真是不可思议 了不起 我是服了 夜沉道 清秋公主夸奖了 清秋天月又叹了一口气 而后挥手 向在场的魂族人喝道 第三魂族弟子听令 班师回宫 以后不得再自扰轮回阵营 一众魂族人 早已被夜沉手段振服 齐声应道 遵命 清秋天月深深看了夜沉一眼 而后就带着手下的魂族人 全部离开了 人潮如水刷啦啦地散去 颇为壮观 朱正雄大喜 啊 轮回之主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次震退黄图魂宫 清秋天月以后就不敢嚣张了 他本以为会有一场惊天恶战 没想到夜沉威严赤胜 清秋天月完全不敢挑战 甚至求和解 庄无道说道 以后我们的日子 可以安生一些了 他魔云剑宗还有双叶派 都与夜沉交好 那看在夜沉的面子上 黄图魂宫自然也不敢再为难他们 夜沉点点头道 嗯 诸位 我们也回去吧 先把吴姑娘就上来 夜沉命人去黄图古灵的弟弟废墟 将昏迷的乌墨碗就出 他与魂天地大战 黄图古灵已经彻底坍塌成废墟 乌墨完此前被清秋营灵魂附身 后来又昏迷被废墟掩埋 伤势着实不清 不过有夜沉在 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碍 一场争斗风波 至此彻底落幕 第10619章 资源 夜沉盘算着自己此行得失 顺利拿到了星空道书 还顺带收获了方舟星座神术 枷锁气血咒神术 愚者神术最初傲义 还有与蛇神的三片羽毛 九天盘龙柱 血烟神灯 超天牌匾等等秘宝 修为也提升到了 神道境七层天高阶 收获不可谓不丰富 这般巨大的收获 让得夜沉自然也是欣喜无比 不过现在还有最大的问题 没有解决 那就是轮回术的筑基 他看似收获了无数东西 但还不足以对抗周五皇 只有完成轮回术的筑基 壮大气韵 才有真正对抗周五皇的可能 毕竟如今的周五皇太恐怖了 以天罪古剑为体 想要对抗他的话 夜沉也必须要有足够强悍的根基 小星星 这黄图星有什么地方 适合为我轮回术筑基 夜沉暗暗沟通星空道书的 气灵小星星 问 本来他找到适合筑基的地方 就是黄图古灵 不过那地方已经彻底坍塌了 小星星道 哥哥 你要筑基的话 那就回黄图古灵吧 夜沉道 那地方已经坍塌成废墟了呀 小星星笑道 正是因为废墟才好 又有谁能想到 我们会在废墟中 铸造轮回术呢 坍塌的废墟也可以掩盖英国 只要我们不暴露 任谁都猜不到 听到这话 夜沉目光顿时一亮 仔细想想 小星星说的的确有道理 在黄图古灵的地底废墟 铸造轮回术 的确可以掩人耳目 那好 我们便回废墟一趟 夜沉欣喜 便和小星星商议确定下来 他先和朱正雄 庄无道等人 返回古夜之都 朱正雄举办盛大的宴会 欢庆宁乐 夜沉在客套应酬过后 又在古夜之都住了一晚 便是向众人辞别 诸位 差不多我也该回去了 青山不改 以后若是有缘 咱们再相见 众人一一与夜沉惜别 将夜沉送出了古夜之都 在出了古夜之都后 夜沉抬头看了看天空 那黄图剑的光芒 恢复了一些 但还是十分的黯然 远远比不上巅峰时候的锋芒 此前魂天帝 借用了黄图剑太多的能量 导致这把剑暗淡了许多 对黄图星的威慑 也是大大减弱 现在 夜沉不需要动用什么特殊手段 直接飞行 就可以飞出黄图星了 不过 夜沉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隐秘气息 悄无声息地返回 黄图古灵的地底废墟 地底废墟一片黑暗 乱石堆积 夜沉缓缓照出星空道书 在黑暗中绽放出了一股星光 并将层层积压的废墟石头撑起 在废墟之下 开辟出了一个狭窄的空间 小猩猩稚嫩白皙的躯体 从星空道书里跳出来 看着周围狭窄的空间 笑着向夜沉说道 哥哥 这地方好 我们在这里打造轮回书的话 想来不会引起外界人的注意 可以愚弄命运 逆转命运的轨迹 和轮回书修改过去的构想 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他山之时 可以公寓 参悟语者神术的最初奥义 对打造轮回书也有作用 夜沉盘歇而坐 静下心来 默默参悟着 语者神术的最初奥义 在参悟一番过后 想打造完整的轮回书 那几乎是没有可能 耗尽整个乌乌时空的资源都不够 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如今轮回书的概念 实在有点宏大的离谱 夜沉的目标 是先打造一页总纲出来 以轮回书之强大 就算只有一页总纲 也足以微压整个乌乌时空了 这片总纲换叶 只是一片虚幻漂浮的书页 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连上面的一个天字 也是朦朦胧胧的 十分不真切 想打造出总纲的话 光有一个天字还不够 需要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八字真谛 全部完美造化出来 毫无疑问 这是无比艰难的事情 不知道耗费多少资源 夜沉将在九天神葬谷 得到的宝藏资源 大量取出 全部扔到祭坛上面 用来填充轮回书的幻想概念 在大量资源的填充贯注之下 祭坛上的轮回书幻叶 也是嗡嗡作响 不断绽放金光 浩瀚神圣的气息释放而出